郭文貴議員 不好意思 直接拿麥克風 各位貴賓以及我們現場在線上的參與者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台師大學律所的唐天靜 我想跟前面幾位應該蠻像的 我們會站在這邊應該都跟一個人共同有關 李建興李秘書長他有特別交代 所以我們一定要來 這個題目也是他協助幫我訂的 我想在講之前 可能也請各位幫我釐清一下 我問各位 如果我要講這個題目 奧運強國的自身關鍵因子 奧運強國要怎麼界定 各位會用什麼來決定他是不是奧運強國 獎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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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明顯獎牌數對不對 好 那上午我們英文道理主席也講 台灣這次東京奧運區拿了蠻好的成績 246吧 2塊金牌4塊銀牌 以及6塊銅牌 希望我們能夠達到前20%就拿4塊金牌 那各位覺得有可能嗎 有 有 非常好 那你覺得我們有沒有可能到前三名 有 誰說有 來來來 總統可能要特別重用 好 好 那其實 在奧運史上 其實有一個國家人口比台灣還少 當時他參加的時候是1700萬人口 但是他在連續三屆奧運裡面是排名 第二 連續三屆奧運 好 好 那 所以 我再問各位一下 那你覺得奧運強國在你腦海中的奧運強國 是哪幾個 你說 底名的比較後面 因為現在剛好午休完之後 可能會想睡覺 好 我想 我想 就排出現在 那個什麼 排名第一的 不是跟美國嗎 不然就後面崛起的就是中國大陸啊 不然就辦那個奧運的國家 有可能現在就是變日本啊 是不是 好 但是我們如果說追溯到再往前 剛剛有講奧運 開始1896年 但是 從1952年 赫爾辛基奧運會 開始 前蘇聯加入之後 前蘇聯總共 從1952年到1988年 他參加過九屆 九屆裡面有六屆 是排名第一 然後有兩屆排名第二 有一屆 因為是 啊 那個那個所謂的 呃 應該是他沒有參與 好 因為是在人工辦 所以在蘇聯解體之前 他 九屆二運會 六屆 是排名第一 另外我剛剛講的 一千七百萬人口的東德 他在1976 1980 1988 三屆 連續拿到 第二名 那 他拿的金牌數是多少 1976年是40面 1980年是47面 1988年是37面 1988年是37面 所以當在很多在研究 經濟強國的時候 特別在前蘇聯 啊 就是解體之後 大家一直在想說 欸 那怎麼樣能夠讓自己的國家 很快的 啊 變成是一個經濟的強國 所以在歐洲 在蘇聯解體之後 那 1990年代 甚至到20年代 啊 開始 就有一群人開始在研究 怎麼樣讓國家 單一的國家 能夠快速的 能夠獲得 啊 就是奧運的一個獎牌 那 他的發展 這些所謂的 競技的強國的這些 因子 比例 其實 很多的指向 都指向 我剛剛跟各位報告的 幾個國家 就是 東德跟蘇聯 那 當然 如果說很 你跟 有一些人在討論說 啊 東德跟蘇聯 那就是用金藥嘛 所以拿金 就是吃金藥 所以他才會變第一嘛 但是 其實這些研究的學者 也提到 固然吃金藥 是 讓他 變成 是拿到很多金牌的因素之一 但是 很重要的 在 以國家的力量介入之後 能夠讓一個國家 有系統的去培養競技選手 無庸置疑 這個系統 是很有效的 所以在蘇聯解體之後 我想蘇聯解體應該是 在 戈巴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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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戈巴契夫之前 其實 啊 前蘇聯的競技運動 其實是非常強 我剛剛跟各位講 但是戈巴契夫 下台之後 蘇聯解體之後 換一個另外一個非常喜歡喝酒的總統 叫 伊爾卿 他不care 競技運動 所以競技運動 的體系 就一系之間 就崩潰了 崩潰的這些 原來的競技運動員 必須要 有一個 謀生之路 所以 很多 就在這時候 直接 往西方的這些國家 流動 那 這是一個 那 後來 蘇聯解體之後 後面接的是誰 當然就是 俄羅斯 那俄羅斯 我說 伊爾卿的時候 其實不太好 到後面 就是我們現在新聞長 看到的那個人 很重視 競技 那個人是誰 那 媒體現在 就是普提 所以普提會覺得說 他要重新找回 俄羅斯 還是前蘇聯的榮耀 所以 就 開始 繼續 再 恢復 甚至強化 他原先的 前蘇聯的 那種 競技培訓的 一個體制 當然 你會看到 伊爾卿重新再見 所以 南米 也會 同樣犯同樣的錯誤 為什麼 這是在東京奧 有看到俄羅斯的 隊伍嗎 他是用俄羅斯的名字嗎 不是 那為什麼 不是用俄羅斯的名字 是 禁藥 所以還是 禁藥 好 所以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報告的 一個點 其實就是 這幾個 當然從 從前蘇聯 開始 前東的 那我剛剛跟各位報告 就是這些 競技的成功因子 是由幾個 研究的團隊 開始 試著去找出 這些 競技強的國家 他到底怎麼樣 用他的國家這樣的一個機制 能夠快速的去產生 有體系的去產生 金牌 所以 他們第一個當然是先從 前蘇聯開始 再來是 前東的 但是 各位 我剛剛問各位說 那你覺得現在 的 競技強國 是哪幾個 你會發覺 不再是 只有在前蘇聯 不共產的國家 裡面 有一些 其實是 民主國家 所以在前蘇聯 崩潰之後 那很多的西方的科學家 甚至有一些 這些 所謂的 資本主義的國家 那包括 辦理 2000年選擬奧運的 澳大利亞 跟2012年 倫敦奧運的這些國家 其實 他們都是 開始 在 學習 所謂的 蘇聯 這樣的一個方式 當然 他運作的方式 不會按照 所謂的 集權國家 這樣的方式來去做 但是 他的因子結構 當你去做比較的時候 是 極高度的類似 極高度的類似 那 因為今天事件關係 我沒有辦法 讓 就是一下一下 跟各位 大家一講 那我從 這幾個 他們的團隊裡面 大家跟各位報告 這些 甚至說 哪一些他們是類似 但是哪一些 其實 是有 不一樣的地方 甚至說 針對 台灣而言 我們可能 在看的時候 不能只 針對某一個團隊 來去看 綜合性來看 還有一些 其實 是 值得我們 再去家裡去 探討 好 這是我本身的體定 我想 很快就過去了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就是 前蘇聯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體制 好 我現在有點老花 所以 直接大家這邊 跟各位 大家講一下 這邊 好 你會看到 在這個 面向上面 他這些因子 法定的計畫 然後 從這邊你會看到 其實他是從一個 國家的觀點 來去看 正式的觀點 所以 第一個 從 前蘇聯來看 他是有一定的一個計畫 然後 另外 中央政府 補助 這邊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絕大多數的 那個國家 如果發展經濟運動 幾乎都是由中央政府 來主導 美國除外 其他幾乎都是由中央政府主導 那 全民運動的話 大部分是地方政府 那 再來 就是設立 何謂的 體育學校 我想 我們這邊 也是不例外 然後 開始進行選手的篩選發展 教練正 蠻關鍵的角色 另外 開始 運動科學 開始介入 然後我們再來看 東德 那東德其實你看一黨專政 這個部分 當我講到 中國大陸的時候 非常的類似 所以你會看到 中國大陸 在這一次 東京奧運裡面 他 排名 還是排名 就是很前面 那 其實 中國大陸 他的體制 其實 跟蘇聯的體制 是非常類似的 因為 在 那個 所謂的冷戰時期之前 他是屬於 曾經有一部分 他所謂一邊倒政策 全部都學蘇聯 甚至 中國的 所謂的 他的所謂的 整個經濟體系 的建立 很多 是跟蘇聯 有很大的關係 甚至一直 維持到 現在 好 那一樣 專業政府經費補助 體育運動學校 選手 篩選品質 另外 運動科學 不再只有運動 醫學而已 運動科學 他開始 介入 那這個 也是 早上 我想 陳全說 陳 陳全主委 或者是 牛大主持講的 所謂的 要成立 運科中心 這個 在那之前 其實就已經開始 只是那時候 比較 沒有像現在 分工 這麼細 好 那我再來看 澳大利亞的 這一個 那 澳大利亞是這一個 他所做的 第一個 運動文化 那 在 這邊 我覺得很重要一點 就結合 經濟運動發展 跟澳大利亞的 國家的認同 形成一股 文化的氛圍 那 代表什麼 所有的國家 其實基本上 他要成立 這個 就是 要開始去 那個什麼 發展的話 基本上 他 就是 現在應該 深國際做國歌 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點 好 因為時間關係啊 大部分你看 是非常類似的 再來我們來看 這幾個團隊裡面 做去比較的時候 整個這樣比較下來 整個這樣比較下來 我會覺得 從 Win Oakley 這個部分 這個面向 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以及 比較 把資源集中在少數項目上 也是我們需要注意的 那 現在 用最多的 包括台灣很多學者在用的時候 也大部分用 Defatio 或者發展開發出來的 Split 這個Model 來去做這件事情 好 再來我們再來把西方的 這個所謂的成功關鍵因子 來跟中國大陸來做比較 非常的類似 但是 中國大陸有三個 是西方 成功關鍵因子裡面 沒有 這三個是對外聯絡體制 百姓分證體系 跟基地獎益體制 這三個不太一樣 那第一個 對外聯絡體系 其實你們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是在東京奧運 你們在比賽的時候 或者在 2021 2022的 所謂的 北京 東奧的時候發展 很多主觀性的項目的時候 那些項目 在比的時候 勝負關鍵 在裁判身上 但是裁判的判的 所謂的 領選 是由單向 總會裡面 啊 的官員 來去指判 所以 這個 能夠在 所謂的 在這個 所謂 應該在那個體系裡面 如果 能夠有人在 所謂的 國際的一個組織裡面 扮演離高者的角色的話 我覺得會有 很不一樣的 啊 那個結果 另外一個 反興奮劑的一個體系 中國大陸在反興奮劑 我們叫做 所謂的 敬要的體系 那 基本上 如果 如果 能夠在國內 自己 能夠檢測 啊 有那個高的水準 其實 台灣現在還不足以到那個程度 如果你可以跟挖打 是同步的 那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 我們 有 疑慮的選手 就不會出去 就不會 所謂的 有那個所謂的禁要的問題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 很重要的是 能夠了解整個禁要體系裡面 以及我們怎麼去宣打 這是一個 一體兩面 啊 得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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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 最後一個 在所謂的基地體系的 這個部分 這在西方 沒有 啊 但西方來講 我特別講 英國是用投資的概念 英國拿他獎牌 國家不會再給他錢 但是英國的選手 那下去的時候 基本上他會投資 你可以 有希望 我會繼續投錢 你沒有希望 一毛錢我都不會給你 所以那拿牌 就是本來是很應該的 但是 以 那個什麼 以我們台灣來講 其實 很多選手 願意投入 很多 可能在獎勵上面 拿到國家獎 你拿到金牌 你就可以終身 拿到 所謂的終身奉的 任務概念 就跟韓國剩下 亞洲比較會有這種情況 好 因為時間關係 我只講到這邊 感謝各位 謝謝